现在大家宅在家 不管是在家工作 或者是在家上课 这个所谓的商机也因此浮现 甚至包括了这一波 有很多的台北股市的个股 这个重挫下来之后 但是你去看它的获利实质表现 还是很不错的 有哪一些的个股 真的股价受委屈了呢 冠青 的确没有错 我们刚刚有提到 其实跟刚刚这个戴总所讲的 宅经济也有很大关系 我们刚刚讲到 其实以前伺服器 或许一个大的资料中心 你把东西全部摆里面 就好了 对不对 可是现在不是啊 万一今天这个德国疫情很严重 那你这个资料都在德国 那怎么办 东西你可以 或许你可以透过云端取出来 没错 但是呢 万一那边东西坏掉 要找谁去维修呢 我想这可能都是很大问题 所以分散 对所以要分散 所以我们看到所谓的边缘运算 事实上把云分好几个地方 我想这可能都是 未来的一个主要需求 所以你可以留意到 其实第一季里面 现在第一季都快过完了 最没跌到的股票是什么 是跟这些云运算 跟这些资料中心需求 有很大关系的 我记得先前在这个节目 跟大家讲过什么 维盈啊 翔硕啊 普瑞这些股票 都是很类似的情况 我们今天讲的这一档 这六四亿六最起点 我找了一下 我在2018年12月 在这个节目讲过 其实已经经过了 一年多的时间 这家公司事实上是 鸿海集团旗下的一个股票 华瀚持有三分之一的股权 而这个疫情呢 我们刚刚提到的 它主要带动包括这些 云端的运算 资料中心的需求 推升它的所谓的 网安设备的出货 就是网路安全 其实我们刚刚讲到 一个说 如果云分开很多地方 很多这个地方摆资料的话 那如果骇客呢 随便就趁虚而入 那怎么办 所以设备也要变多 没有错 其实你看到这设备变多 这个网路安全的需求变高 所以它的所谓的 SDWM这个设备的订单 也因为这样的关系 事实上也传出说 客户大幅度的追加订单 所以其实这家公司 这个股价 也就是说股价跟获利 都整不怎么样 但是呢 去年也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它去年六月份 取得这一家叫做 浩凯科技的一个 一个整并之后 事实上这边可以看到说 它新增了 整核型的通讯系统产品线 法然估今年六块以上 说真的你看到 其实它最近 真的是没什么跌 而且投信啊 三月份还买了不少 这家公司 所以投信可能也看到 它转型之后的商机 的确没有错 所以你可以看到 包括这一个 就是说本身的 这个网安设备 或包括它合并 真的不好念叫做这个 浩凯科技啊 其实部分我想可能 对它未来的一个发展性 我想可能都是一个 寄与后望 那另外我们看到 另外一家公司 这是跌生的 叫做4977的重达 为什么跌生 也因为它第四季真的是 获利比法然预期 好像有一段的差距 可是为什么这一段差距呢 它有提到说 因为啊 它的新主场的研发费用 比较高一点 而且呢 高阶产品的良率 还没有上来 但是它有提到 CB转换呢 是影响0.52元 所以呢 你把CB加回去的话 其实它单季赚1.52元 那就跟反正预期差不多 那CB已经在怎么样 在2月份全部转换完了 也就是说 接下来的时间 你也不会看到 CB转换影响数这部分 可是在第一季 还有疫情冲击啊 这不会影响到财报吗 现在大家这样认为 因为这家公司 跟5G有很大关系 日本的一些5G的一些建设 开始布局之后啊 事实上 它也要开始出货了 所以第一季或许也不好 但是如果说第二季 这边疫情比较缓和之后 开始加速建制之后啊 事实上 好像呢 对这些影响性可能有机会 在第二季补回来 而且呢 当然它主力科目 这公司就很大 叫博通嘛 对不对 博通呢 其实它 就是它主要在出给它博通 而且呢 我们看到 其实法人也预估到说 这家公司说真的 它的明年的营收 是渴望双位数的 这应该说全年的营收 渴望双位数的一个增加 所以 我们看一下K线图好了 它真的跌 也是跌得非常的深啊 这个 其实说真的 每档都跌很深 除了6416 这个没有跌什么以外 说真的 每档的跌幅都很深 从132跌到67年了 这个股价 其实已经都腰斩 腰斩过后 腰斩过后这边 反而是风险 可能稍微小一点 另外这一档股票 就是刚刚这个 比较会有流动性问题的股票 不过 这种股票 我反正没有什么买得起 这里只能买现股而已啊 叫做 几百块的价格 没有错 叫做2227的预置车 它今年 我没有看错的话 因为 它的竞争对手 应该说 比较同业相近 也不能说竞争对手 叫做和泰车 和泰车也公告财报了 和泰车我没有看错的话 赚21块多 玉日车赚24.27元 没有创新高 但是接近新高了 它去年也不错啦 因为说前年也不错 前年是 前年是19.63 那去年为什么24.27 因为 它有做一些 这个整并的一些动作 多买了一些 这个其他地方的股权之后 光这部分 韧列可能进来就将近 大概3块钱左右 那就叫做广州风神部分 而重点在于说 事实上我们之前 也在这节目 讲过这张股票 它的第三季啊 去年第三季的 每股自由现金流 34.67元 这是什么 是全市场排名第二名 代表什么 代表说 它每一股啊 能够带进来的一个自由现金 它赚进来的现金最多 哇 有些公司其实它 你看到它赚很多 没错 但是都是应收账款 都真的 你也不知道真的还假的 可是这是带进现金部分 而且它这五年来的 盈余分配现金率100% 那前两大股都是 玉龙加日产呢 事实上持有88% 所以类似这种公司 我认为 跌下来之后 或许是一个 很好存股的标的 好 你不要说 投资朋友现在在关注 可不可以买 可不可以存股 连公司的大老板 可能都在想 这个时候 我如果来实施库藏股 是不是能够低价 买回来一点 而且对公司信心 对投资信心 也有帮助呢 賴总 好的 我想刚刚冠信 有提到5G 其实我带来 跟今天的股票 都跟5G有关系 而且刚好呢 5G的产业是未来的趋势 所以很多老板呢 股价好委屈哦 我又不是不赚钱 很多都在实施库藏股 对 所以首先我们看 刚刚我跟大家提到的 存股条件里面 选出来的 像6269的台郡 那去年呢 赚了一个资本呢 不是说特别的理想 就很持平这样 赚了10.02 那但是呢 除了去年的 今年的前2月营收 已经开始有疫情了嘛 营收有24亿 只有年减14% 这样算少的就对了 算少的 很多都算40% 只有年减14% 而且呢 它开始跨入 高频的传输LCP的天线 所以呢 今年的天线 加之前的MIP的部分 加起来的话 应该可以达到20到30%的营收 等于说 过去我只靠软板 现在呢 我靠了天线 来做加持 毛利率往上拉持 今年的展望性呢 会比较乐观一点 再来呢 刚刚提到过公司宣布10日库长股嘛 而且呢 它很特别哦 它宣布了两次 3月31号之前呢 买5000张 4月1号开始买25000张 这么有信心把自己的公司股票买回来 对 而且买3万张哦 代表说 它的企图性很强 买回的价格落在70块到120块钱之间 我想 当然对股价的稳定度 应该会有很大的帮助啦 再来呢 这个技术面里面呢 景线跟年线 这几天碰到再震荡了 如果未来能够站回去的话 能够站上去 它的一个波段性的攻击力道 就会比较强 我们可以画面看到 年线 景线的位置点 确实有一点压力 所以呢 需要 待客服之后 才有下一波的一个多头公式 不要心急 不要追高 第二档来看的话 这个跟5G有关系 叫连茂 那同国基板的厂商 去年赚了24亿 你看到年增率38% EPS8.113 这是公布的成绩单 重点在前二月营收 32亿 比跟它台郡还要好 只有年减4.7% 最主要呢 今年还是来自于5G基地台 建设的一个需求详尽 相关的高频高速的材料呢 当然对它的贡献度会有很大帮助 去年已经有了 所以去年赚了8块钱以上 那你看它获利呢 能够成长38% 再来很重要的是 就我们所拜访 前两个已经不错 三月因为复工已经开始 慢慢的升温了 三月起呢 营运会明显的回升 第二季会比第一季好 这样来看的话 现在很多公司很多产业 也不敢说我第二季看都看不清楚 第二季可能比第一季好 如果这样的话逐季往上攀高 当然未来的爆发性呢就值得期待 重点是说投信呢 过去有调节 那最近呢 有稍微买一点回来 那如果说筹码面也稳定下来了 那之前有调节一点 最近又回来买 如果说筹码面这样稳定下去 只要呢 股价 那年限的位置点 能够守稳不再跌破的话 或许呢 它未来在四月份或五月份 可能会成为一个领先指标 领先指标 大家不妨留意 最后一档呢 跟5G有关系啦 那iPhone的爱用者的 最近比较开心一点 不用限购了 但是新品什么时候推出 大家都很多杂音 不过呢 来自中国大陆 它很多品牌 小米等等呢 都开始实施所谓的心机啦 那联发哥主要 是供应给中国大陆很多的品牌 或白牌手机厂商的相关的晶片 那我想今年呢 确实业绩面的想像空间呢 是比较大一点的 而且公司同样有十字库商股 买了15,900 占股本大概1%左右 其实算蛮大手笔的 因为股价比较高嘛 那价格区间落在 301块到452块钱之间 那5G的新品呢 天机800等等呢 陆续推出之后呢 你看前2月份的营收 381 重点是年增 年增25% 代表说这些基本没有很差 还有刚刚讲的 中国品牌推出新机 23G呢 应该有机会 足迹的往上翻高 那目前MACD呢 柱状体翻红 那只要这个上面画了下降压一线 未来能够突破的话 它拖在行情就可以期待 短线上不要追高 等它压回再来做流域 好 明天台股要开盘了 那到底台股要突破的压力点 到底在哪里 我们下个阶段回来 继续追踪